近日,有媒体曝光女排集训中,李莹莹手腕缠上纱布,王云露也是裹上了厚厚的护腰,两大主公均出现伤情。 这对中国女排在奥运资格赛,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出现是不利的。 世界联赛,我们虽然拿到了亚军,但是对于这只女排来说,替补板凳的深度还是太薄弱了。 李莹莹没有替补,仲惠,杜青青还不如王云露,龚翔宇与凋鲤羽配不上。 今年中国女排在世界联赛上取得了突破,以亚军的成绩收官,这是球迷们没想到的。 那么说,这支球队就没有漏洞了吗?真是亚军的水平吗? 实际上,意大利塞尔维亚分战赛并没有派出全部的主力,中国女排的进步全是体现在首发阵容上。 我们的替补球员能否上场顶住压力,顶起她所在位置,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。 由于朱婷、张长宁两大主攻缺席,球队只有李莹莹一个强攻点,李莹莹在受伤的话,那我们对轰波兰、土耳其这些强队、仲惠、杜青青、王云露这些人的进攻能力,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。 也就是说,李莹莹现在是没有提补的。 好在,李莹莹在画面中是右手缠了纱布,而不是她经常用来进攻的左手。 之前,还有媒体透露,李莹莹在近期的集训中,挽伤了脚踝。 从目前情况来看,伤病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。 赛程长达一个月的世界联赛,李莹莹常常首发,球队的很多调整强攻,都是李莹莹打下来的。 如果李莹莹不上场,我们不可能拼到亚军的成绩,世界联赛是有积分的。 为了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,蔡斌也一直坚持用首发阵容来打,这也增加了李莹莹这些主力的伤病。 王云露有替补,只不过仲惠,杜青青这两个人,还不如王云露,因此只能排在第三,第四主攻位置上。 龚翔宇的替补是最难找的,郑一新上场是不接一传的,而且给他上场的时间非常少。 一传到位打快还行,强攻突破能力,郑一新还不如龚翔宇。 妙一文在成都大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,都没能打出来,国家对他更是站不住脚。 周叶彤眼下不接一传,因此他连国家队的大名单都进不去。 我们这些主力球员受伤的话,中国女排的水平会大打折扣的。 今年世界联赛主要是磨合首发阵容,明年世界联赛各位置替补将进行大淘汰。 很多球迷也不太理解,蔡斌为什么非要一套阵容打到底,不怕这些主力出现伤病吗? 其实对于蔡斌来说,还真是挺难的,之所以成为主力。 就是她的能力还是强于替补,蔡斌自己也说,主力阵容都赢不了,那上替补就赢了。 蔡斌从去年接手女排,一直想为大赛打造一套首发阵容。 可是今夜,王维一等人,经过实战检验完全不行,蔡斌的首发阵容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 直到今年世界联赛,中国女排一传稳了,二传与攻守能配上了,集训的效果才出来。 有了这样一套首发阵容,蔡斌打奥运资格赛心里才有了底。 由于今年打完奥运资格赛,中国女排是否提前拿到奥运门票,结果就已经揭晓。 如果顺利拿到巴黎门票的话,那蔡斌明年就可以专心练兵了,这个练兵不是在磨合首发阵容,而是主要考察主攻、复攻、接应、二传等各个位置上的替补了。 吴梦杰、周叶彤这些年轻球员,或许也在蔡斌的考察之列。 朱婷明年是否回归,也没有定论,仲惠,杜青青接一传还行,上场就相当于个自由人,没有强攻能力。 吴梦杰应该在明年世界联赛的考察范围之内。 强队之前强大,就是他们的主力阵容很强,而他们的替补球员与主力的差距也不太明显。 美国女排就是一个先灵的例子,也希望我们这些替补球员,在明年蔡斌能给他们更多的机会,别在一套阵容打到底了。 万一李盈盈,网运路受伤了,还真没有人能顶上来。 大家觉得明年世界联赛,中国女排应该是已经拿到奥运资格了,蔡斌甚至应该大胆锻炼一下替补球员了。 别再一套阵容打到底了,要不所有的战术都暴露出来不说,还把主力球员奥运会前弄伤了。 东京奥运会朱婷就万伤发作了,希望巴黎不要再重蹈覆辙。